海天一色的薩摩亚 海底卻是这般景象 科学家搭乘探测船 沿着薩摩亚主岛 阿普鲁的海岸线进行探勘 发现大部分的珊瑚 存活率不到一成 鱼儿没了家 数量大幅减少 珊瑚存活率相对高的两个地点 都是保育区 人为滥捕破坏海床和珊瑚 加上气候变迁 淡化海水温度升高 破坏珊瑚和藻类的共生关系 引发珊瑚白化危机 只有约束人类活动 落实减碳 珊瑚礁才能恢复一线生机 大安新闻就不先编译 秦营尽